然后呢我还想看一下咱们还是去理解一下我的数据 还想看一下就是一个月当中啊 是不是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十二月 嗯他可能来说不太一样啊 虽然说咱没有十二月 我们只有啊这个二三四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二三四月吧 这个我们提供了这三个月份 看一下他的一个结果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如果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得考虑这个时间的因素啊 或者说分月份来构造模型啊 这些啊都是一些被选的方案啊 咱们先来看 怎么去做呢 首先啊还是给他转换成一个deltime的类型 deltime有个好处啊 就是你可以调他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你可以调他的一个x.day 相当于是把当前时间啊 直接就是拿出来啊 当前是这个月的第几天 这样用起来啊是比较方便的 还是用这个匿名海数啊 做了这样一个转换 我转换完之后来看一下deltide吧 deltide看完之后 time全是1啊 再deltide一下看啊 最后是29 这是哪年啊 怎么还有29天 20116年 16年08年是润年 12年16年对 都是润年是吧 所以说是29天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数据啊 算了一下啊 一个月当中有29天的一个情况 然后咱们干什么啊 分阶段去统计吧 统计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还是统计的几个指标啊 直播说啊 时间是不一样了 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吧 最后结果花的蛮大的 结果明显出来这样一个差异吧 二月份来说啊 可能后半段 它的一个购买量是非常大的 前半段的购买量是非常低的 567890 这几天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 可能这几天啊 是那个过年嘛 然后咱们很多公司啊 都是休息 然后这个快递有一些休息是吧 所以说啊 那一天的购买量应该都偏低的 都忙着在家里啊 跟亲朋好友啊 去吃饭啊 捞着家产啊 都是忙着这些事 所以说购买量可能会偏低一些 这是二月份的一个情况 二月份啊 后续之后还是基本上是类似的啊 没有出现一些太大的一个问题 可能有一些浮动 但是还可以是吧 这个数据看着 只是这一块比较明显一些 再来看一下一个三月的吧 三月数据 三月数据啊 也出现了一样 三一五这天啊 这个购买量是激增的 购买量激增啊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你看十四十五十六 可能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些商家啊 可能京东当年 当时也是做活动了 活动的一个销量来说啊 肯定要比平常高一些嘛 可能趁着三五打架 京东宣传一波啊 三一五我们发现一个假货 赔你多少钱是吧 导致三五这天啊 你看这个购买量 是之前多少倍啊 是之前的接近的一个三倍 还三到六倍之间啊 所以说这个是出现的一些啊 一些峰值的情况 可能啊 当时有一些活动 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这也是咱们的三月份啊 它整体的一个情况 还有四月份 四月份来说呀 就是看什么 看前面是都是比较差不多的 十四号这天啊 又是爆发了吧 跟之前三月数差不多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对于每个月份来说啊 还有一些可能促销啊 节日的活动 也会对最终结果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只不过说啊 在这些东西 是我数据里边是没有的 因为数据里啊 没有标出出来 哪天是节日 我也不知道 哪天是节日 所以说 现在啊 咱们只能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啊 去想一想 然后我们到时候真正的去做营销 要不要去加上一些额外措施 但是在咱们建模的时候啊 是很难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的 因为这个啊 并没有在数据当中体验出来啊 很难自己的去造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呢 刚才啊 咱们看了一个就是根据时间的一个情况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就是 基于商品类别的一个统计 咱们现在还可以看就是周一到周日啊 各商品类别的一个统计情况 类别啊 有很多嘛 咱们来看 各类的一个情况 它是怎么样的 类别咱们来看 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差异 是不是说这个特征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要给它利用起来啊 再来看一下 还是啊 做这个数据 做这个数据是比较简单的 你看这是 type都是为4的 然后这个 time啊 它是有1234567的 7天的嘛 然后来看一下吧 一共有多少商品啊 先来看一下每个商品啊 它的一个类别的一个个数吧 类别的一个个数啊 看起来还是 有些比较多 有些比较少 你看这个像是第八个大类 它里边就比较多 然后第10和第11大类啊 它里边就比较少 可能有些大类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每个大类表达什么样的含义啊 反正这个类别之间还有点差异 大部分还都是差不多的 分开来统计一下吧 分开统计一下啊 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格伯拜一下 然后格伯拜什么 一啊 就是既根据时间又根据商品的一个品牌 所以说这里啊 上面写了两个东西 点counter 我来记一下数啊 这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就来看一下吧 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在最后的一个结果当中啊 看出来一些差异吧 你看这个八 八是比较多的 我看八是不是最多的 八是最多的 现在来说啊 就是不同的品牌 它的一个销售啊 可以说它的一个差异是比较大的 但是也可能由于它这个数 商品的一个种类的数量有关的 这些啊 可能都有一些因素的 所以说咱们来看 还是有这样一个趋势啊 星期二啊 是买最多的 然后星期六 星期天 下面来说啊 都比较少 趋势啊 趋势还是这样 但是对于这个商品八来说啊 趋势就没有那种明显了 那你说这个现在有多商品 多商品来说啊 我要不要每个商品做一个类型啊 其实啊 暂时还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把它拿出来 当成一个特征啊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可以看一下吧 每个月当中啊 各类别的一个销售情况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只关注于单个的一个产品 就看一下商品八吧 随着一个月份的一个变化 然后它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 咱们这个画图啊 这些比较简单就不说了 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 在这个几月份当中啊 你看这个15号 还是应该是一个3月15号吧 你看这个3月15号还是爆发了 它还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 然后你看不同的月份都不一样啊 这个不同的一个注 表示不同的一个月份 2月份来说啊 普遍来说偏低 3月份偏高 3月15号是极高的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一些趋势嘛 趋势当中啊 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值啊 这些值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这些东西啊 我要不要做一个额外处理啊 它会不会对我结果产生一个影响因素啊 其实上嗯 我们都可以去考虑 在我们实际的在去构造数据当中啊 我们也得去想 可以可以说是分两个策略吧 就是第一个策略 哎呀 我考虑一下这些比较极端的值 那这些极端值可能看起来在数据当中比较少 它会对我的一个结果产生一个可能不一定是好的影响 因为在我数据当中我没有标注出来 它是不是节制嘛 他就会认为哎呀 这个东西就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他不会认为是有个节制的 所以说这个数据啊 要不要保留 要不要留这个特征 我们还得进行一个实验啊 才能知道的 下面呢 我们还可以看啊 就是说用户啊 对商品的一个轨迹 咱们要干什么 其实上这个是非常有助于 咱们进行一个特征选择的 咱们要干的一件事啊 就是说嗯 看一下一个用户啊 他比如说是持续关注了一个商品 多久之后 多久啊 相当于是在这几天啊 比如说三天之内点击了多少次 三天之内浏览了多少次 三天之内又干了一些 或者是点了类似商品啊 就是购买类似商品啊 之类的 可以看一下特定商品的一个轨迹 这个呢 也相当于是一个方案吧 我们可以在轨迹当中看 比如说 用户啊 普遍在一个三天的时间 看来看去 然后最终可能去买 或者说是五天的一个观察期 十天的一个观察期 甚至三十天的一个观察期 这些啊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 当成一个累积特征嘛 就是看一下呀 这三天 它总共做了多少东西 这五天 它总共做了 有多少个行为的变化 都可以拿出来啊 做咱们的一个特征 然后进行一个建模嘛 所以说 在这里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特定用户啊 它的一个周期 是长什么样子 可能有些用户啊 它的周期是比较少的 在这里 其实 这块只是随便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选了一个用户 选了一个item 然后这个用户啊 拿出来 这个用户 对这个item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这块你看 有优秀ID itemID 都是一样的 它做了一个type1 然后再一个时间点 type6 时间点 type6 时间点 我们也可以先拿这个行为的一个轨迹数据啊 来去分析一下 但是最好呢 这里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其实在这里还可以做的够完善一些 可以把啊 就是用户的一个购买拿出来 只关注于那些购买的 然后再对比一下 那些没有购买的 他们的行为轨迹之间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如果说行为轨迹区别比较大 我就来观察 哎呀 购买那个行为轨迹 呈现出来什么样的规则 那这个规则啊 在我之后进行特征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用到啊 这些啊 都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依据的 然后这个原始的一个竞赛啊 就是这个样子 它要求是预测啊 一个用户是5天之后会不会去买 所以说大致的一个观察期啊 是一个5天 所以说嗯 就是竞赛当中已经给了咱们这样一个日期是5天 咱们最好啊是围绕这个5天去做的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一个数据啊 没给一个明确定义 就想让你自己探索一下 我们也可以啊 实际的挖掘一下用户的轨迹 对比一下购买的和没购买的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按照购买的啊 我们可以量身定做一些啊 咱们的特征 这个啊 就是说啊 对地址简单啊 给大家概述了一下 我们的第二大块数据探索 就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EDA的展示啊 先对我的数据啊 有一定的了解 在聊解过程当中呢 我们得想哪些价值信息啊 是有用的 我要不要用啊 这个啊 我这个做的看起来 都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给大家举上一个小demo啊 举个例子 咱们去做一件什么事 实际啊 当大家真正的去做的时候啊 我们要做的事啊 是远比这个还要多的 这个呢 只相当于啊 是一个小练习了啊 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尝试的 到时候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进行一系列的延伸 把这个东西啊 再做的更完善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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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